這本書在講一個莫瑞的一個教授 他得了一個罕見的疾病 他讓他的身體從腳慢慢退化 慢慢的萎縮 一直往上 到後來會整個到腦部 所以他在整個退的過程可能從腳 他以前很喜歡跳舞 很喜歡活動 那可是慢慢腳不能動 然後到後來可能手不能動 他也搭小便分分 就慢慢的 然後他一個學生要幾年 那這個學生是一個記者 體育記者 所以他一直為他的那個工作非常的賣力 有時候賣力到深夜12點 他也不想結婚 他覺得工作就是他的目標 直到有一天他的舅舅癌症 果實症 他的舅舅跟他非常好 而且年齡沒有差很大 然後他才開始思想 他怎麼一下 那麼年輕就有癌症過世 那是你的癌症會流到我 會不會有遺傳 他就開始想生命的問題 在想生命的問題有一天他出來看到 那個電視的訪問這個他的教授 然後他就想說 欸以前我大學 跟這個教授很好 那我是去看看他 然後看到他之後呢 才開始建立 十四堂星期二的課 就是他每個一段時間就會去找他的教授 然後那個教授呢 就跟他上一堂課 那個教授說什麼呢 如果你不知道死亡 你不懂死亡 你就不懂得生存 你要先知死 你才會知道活 可是呢 孔子是什麼字說呢 畏之生 焉之死 孔子是說 你如果不知道你是從哪裡來 你怎麼生存 生的原因 你就不知道你怎麼死 可是這個教授是說 你如果不知道死是怎麼一回事 你就不懂得怎麼生活 都有他的道理 對不對 然後中國人講什麼 當你要生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最後要留下 立什麼 立什麼 三不朽 立什麼 立德 然後呢 立功 然後立德立功 然後呢 立言 對不對 要留下這三件事情 那 文廷你講說什麼 人生至古 誰無始 留取擔心照看 請要留下一些東西在這身上 那蔣公說什麼 我們在講中生說到 生活的目標在什麼 增進人類全體生活 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地體的生命 所以人生 你到底活在什麼世界上 那個墨瑞教授 當他知道他的身體會慢慢 越來越不好的時候 那他就要思想 那我後來的生命我要怎麼活 我要怎麼活 有的人生病之後他不喜歡人家來看他 因為看 看的是無言對不對 不知道要講什麼 可是墨瑞不是 墨瑞這個教授他很喜歡人家來 為什麼他很喜歡人家來 因為他要告訴人 你活在這個墓地是什麼 你有限的生命 你要做什麼 所以他有很多東西要告訴人家 所以他很喜歡人家來 甚至那個金銘來訪問 來看這個教授的時候 他還容許金銘錄音 每次上課的時候他都叫他錄音 然後後來出了這本書 這是真實或是故事 後來出了這本書 然後這本書也成為很多大學的學生 必讀的那個寫報告的一個東西 就讓人知道 到底你生命的意義是在哪裡 所以生命很多時候 我們有句話叫無言的結局 到最後是不知道活在幹什麼 結局不知道 還有一種呢 人的生命最後是蓋觀論定 很多時候我們在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會說生命很偉大有沒有 可是這個世代過了以後 他是不是很偉大 一朝一朝一代一代過去 到最後他到底是在公還是過 那是留給後面再來研究 或者再來探討 所以我們想想看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跟我們在一起的那些人 有些會留著 有些可能已經走 跟我們一起在教會成長的 一些年輕人 一起受洗的人 有些還在 有些已經可能就離開教會 那到底生命是什麼 什麼才是到最後是至終完美的生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跳 好 所以呢 什麼是至終 就是人生到達終點 就是到至就是到達終點 到達尾聲 到達最後人生的終場 然後結局 盡頭結束 Ending 人生下半天 就是至終 然後什麼是完美 就是完勝到達目標 沒有遺憾達成目標 美好的結局 完了以後呢很美 然後是種毫無瑕疵的完美 就完美 所以人生到最後到年終 到你人生最後是完美 還是完結不保 還是遺憾 有人說大小事寥寥 大衛必佳 虎頭蛇尾對不對 前面風跟尾葉到後面 後來你看很多那種政治 夾到後面還關到監督裡去 前面做得很好 然後無緣的結局殘壘 你看屬營的領袖 很多政治人物也是 很少到最後很完美的結局 最近那個韓國好幾個總統有沒有 風光上台 可是呢到最後發現很多的問題 就是自己弊端然後就進了監督 所以那至終完美 為什麼晚結不保 因為至終完美它有很多的危險陷阱 你為什麼沒有辦法至終完美 因為在你的人生過程 它有很多讓你迷失的地方 讓你走錯路的地方 第一個我們要談到的是伊甸園的誘惑 從這些問題不是現在才有 從伊甸園開始就已經存在 所以的原因就從伊甸園開始 第一個肉體的情慾 第二個眼目的情慾 第三個是什麼 精深的交往 什麼是肉體的情慾 屬肉體邪欲妒忌 紛爭私欲邪情 私欲怒罵什麼怨恨 這些都是屬於肉體的情慾 不是說我看見美女東西 那才叫肉體情慾 反屬肉體的東西都是屬於肉體的情慾 我們聖經那個在新約的時候 什麼是肉體屬肉體的 你去查查看 我如果你有手機的幫你去查查看 什麼是屬肉體的東西 這些都是屬於肉體的情慾 你沒有辦法掌控你自己肉體的生理 那個部分就是屬於肉體的情慾 再下來眼目的情慾是什麼 看見動心有沒有 那種都是屬於眼目的 今生的驕傲是這樣 自己要做主從伊甸園開始 你就想要有智慧 又像神一樣的智慧 你要自己管理 你要管理自己的生活 你要用自己的方法來分辨 你要用自己的方式來處理任何事情 而不依靠神 這就是今生的驕傲 因為你要依靠自己不依靠神 做任何決定的時候 這就是在伊甸園所造成的問題 魔鬼惡者他知道人的軟弱 所以他在誘惑亞當夏娃的時候 他就是用這三招結果人失敗了 好 我們來看看聖經裡的案例 好 如果你拿到的是挪亞 看看你的單子上面 有沒有人拿到挪亞 舉手一句 好 幫我們唸一下挪亞 好 所以挪亞他很順服神幹了方舟 很辛苦對不對 他前半生都做得非常好 可是他沒有至終完美 他最後是因為醉酒 然後全身赤裸 然後造成了很多他兒女後來被咒詛的問題 那請問挪亞的不能至終完美的原因 是肉體的情欲還掩護的情欲 還是今生的驕傲 肉體的情欲 你覺得是哪一個 他有肉體的情欲的問題 他也有眼風情欲的問題 他也有精神教 為什麼 你說沒有他只有醉酒啊 你去問問喜歡喝酒的問題 他為什麼喜歡喝酒 因為他覺得酒很好喝 看起來我不會醉對不對 會醉酒的人他會不會說我會醉 不會啊 他說我一定可以掌控 所以他有沒有一點精神驕傲 他覺得我可以掌控 所以喝了一杯又一杯 到最後才會醉酒 他沒有辦法去約束他自己 他覺得我可以 他有沒有眼目情欲有 因為他看到那個酒 哇好喝對不對 所以他就喝了 他有沒有肉體的情欲有 因為他後來從太敗出 所以很多時候的一個事情 不見得只有單一喔 他有很多背後很多的交錯嘛 好現在我們看參孫 有沒有抽到參孫了 參孫的舉手 應該有吧 參孫是誰 在誰手裡 參孫應該是藍色的 有沒有參孫 參孫 參孫 我們抽這個 身為四師 溫別為聖的 然後希爾人負責拯救 以色列脫離非力士人之手的任務 然而他卻為女色所迷惑 武功全會 雖然後來非力士人 雖然後來非力士人同歸於濟 好參孫是一個四師 他力大無窮 可是四師有很多 必須要遵守的事情 好所以參孫請問 他的失敗是在什麼地方 一二三 那個二 請問是哪一個 哪一個 都有 好有 肉體的情侶 看見美女 然後眼目 在路上 所以他有精神教 他認為不會 我不會 我不會受他引誘 結果我力大無窮 所以我告訴他也沒關係 所以參孫後來失敗的原因 後來武功盡失 他本來是力大無窮 那可是後來因為被美色引誘 被他的那個 那個女子一直誘惑他 一直一直講 所以後來他投放 他的能力來源是投放 後來被剃掉 因為就被抓 所以參孫 然後激電呢 有沒有拿到激電的 來跟我們講一下激電 比較長一點 激電是師師按照上帝的指示 拆毀了巴黎的智談 他一生取了很多器械 生過很多兒女 但還用醫生所得的戰利品 造了一尊以弗德雕像 以色列人被吸引去尋求以弗德 沒有去耶和喀的智談專醫的侍奉神 叫以色列人把那個 以弗德當著偶像敬拜 被認為晚年糊 晚年迷糊 所以請問激電他是哪一個 1 2 3 哪一種 肉體也有沒有驕傲 都有 激電的故事 我想以後慢慢請你們的牧師 可以去帶你們去查經 他的醫生也非常精彩 他很膽小 上帝賦予他任務的時候 他都說我不行不行 可是後來上帝幫助他 讓他知道只要依靠神都可以 可是後來他竟然妻竊一堆 然後還把那個拿 人家要請他當王 後來他打勝仗 然後人家請他當王 他很謙卑 他說我不行這個我不能拿 好像很謙卑 可是重點他每次打勝仗 拿來的那些金銀財寶 到底是王才有可以擁有這些東西 然後他竟然就去拿這些東西擁有 是他然後去照了以弗德 然後他後來去生了兒子 他還把這個兒子取名叫王 就是未來的王 所以後來造成很多的問題 然後雖然表面好像很謙卑 可是事實上他的內心有許多的驕傲 以上呢 以上是誰 好 以上 他父親不動心 因愛師也為師娘 是以殺雅各風真守恨家俱 對 以殺其實他一生很安靜很順服 可是他有一個很可惜的 就是他很愛師也為王 所以他很愛他的大兒子 然後造成後來雅各和他的兒子 兩個方胞胎孩子 然後當然我們不否認他 本來就有一些糾結 可是呢 因為這件事情讓他們的紛爭加劇 所以以殺他是肉體情緣 木情緣今生教哪一個 我們比較讓他focus在一的地方比較嚴重 然後摩西 摩西是帶領以色列 對 真的 你要幫我 幫我彈給他 謝謝你 摩西 他比以色列出來幾個 他 然後 被自己的怒氣拖累 無法進入加難 造成一生最大的遺憾 對 摩西真的是很忠心的 可是好可惜的是 他最後沒有辦法進加難 就是因為百姓沒有水喝對不對 所以呢 他是跟上帝祈求 然後上帝就說好 叫他用杖去打盤石 所以他常常這樣做 到最後一次的時候 上帝是說你吩咐盤石就好了 可是呢 他因為習慣性的動作 還有因為百姓的 他會覺得百姓怎麼 我那麼辛苦上帝這麼愛你們 你們竟然還發怨言都火大了 所以他沒有順服神 然後就擊倒 上帝是說吩咐 可是他擊倒了 所以造成後面他最後的很遺憾 沒有辦法進入江南 這是 這個是摩西 在聖經上他是寫 因為你們不信我不在 以色列眼前忠我為聖 所以你們必不得領 所以你不得領這群百姓 進我釋給你的地方 我都會覺得哇上帝好嚴格喔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提 好下來亞倫 摩西 摩西我們剛剛說他有點肉體的 請來親身就好 他使用他的那個 他覺得我就沒有按照沒有謙卑 好亞倫呢 誰是亞倫 好亞倫請幫我們唸一下 一生看摩西行了許多神機 卻在菸點上陸入 寸摩西到山上等候神 既然帶頭造反 蒐集百姓的精環 酬精磨毒 忍動神怒 好那請問亞倫他的失敗在什麼地方 一二三幾個 一二三 對肉體 他因為怕惹怒對不對 所以他習慎民人 不敢伸張正義 不敢去說上帝說不可以 他為了群眾 所以很多群眾力量是大的 群眾的力量不表示是正確的 但是亞倫順服的群眾力量 他軟弱去聽人的聲音 不聽神的聲音 然後他用自 為什麼他還是在精神驕傲裡面 因為他用他自己去判斷 他可以說不要 但是他也可以選擇要或不要對不對 要聽神還是要聽人 所以他還是有一個驕傲的裡面 就是自己做主 所以自己做主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情 所以這是亞倫的失敗 再下來 撒末爾 撒末爾 有誰湊到撒末爾 一生侍奉神經中之手的士師可先知 但是教養一番 兩個兒子 利用父親的權勢 貪圖財力 收受賄賂 虛亡正直 撒末爾 因為被兒子拖累 結果以色列人 不想再由神透過士師來領導 堅持要立國王 讓他成為了獲代士師 好 那請問沙漠的失敗是在什麼地方 一二三 我不是給他 focus 那為什麼有肉體的情慾 事師很忙 你去看沙漠記裡面 他非常的忙 常常去排解很多的事情 可是他沒有空去管他的孩子 他體貼肉體的勞累 被沒空教導兒女 這也是一個士師神的古人 上帝的兒女要很 上帝的神明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 他認為兒女 兒女是上帝給你的產業 你的教養牧者 你的群養也是你的責任 但是兒女也是你應該付出的 他因為沒有好沒有時間 我在就像我的思考 因為很多時候一個牧者真的會很忙 但是你有空去處理別人的事情 但是你沒有空去教兩年自己的孩子 我記得以前 以前我們在教會會不會很忙 然後我們要叫兒主 那兒主要很早就要去教會 那有時候我們的小孩一直叫不起來 所以我不可能等他 所以我就先走了 那我們的孩子常常會 就說媽媽或者爸爸 你只管教會的事情 你都不管我們 那爸爸對父孩子會很多的 不耐煩的教訓 沒有像在教會 沒關係你慢慢來或怎樣 那在家裡面對兒女的話 他會比較急 希望很快看到成果 所以我們的小孩常說一句 我寧可當教會的青年人 不要當其他孩子 所以這是我們必須要警惕的地方 所以這我把它放在 其實有一點體貼肉體 我覺得來上帝會管 這位小孩沒有空太累了 回家就睡覺 然後回家就很坦然 那裡很累 所以這是沙姆王很可惜的一個地方 好 扫羅 扫羅 不跟從我 不遵守我的命令 好 所以 扫羅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肉體 off 大王 尼母是 您節弱是 我 誰要惡人 護力量的七為七 所以 刀劍必 永�도離開你的家 好 當會問題出在哪裡 一二三 一二三 其實一二三就一二三 他為什麼會娶不利亞的七八四八 因為他體貼肉體 睡到日落平息才起床有沒有 他的軍隊是在前方打仗 他是睡到日落平息起來 然後在他的仰台上有沒有 沒事在那裡晃啊晃才會看到八四八 然後他就想他就把眼目的情欲有沒有 看到他 所以他就把他招攬 然後發生了問題 關係 然後八四說他懷孕了 他就用他的計謀這樣 然後把他的最好的這個戰士物利亞 把他被殺了 然後所以所以上帝就說 你這樣做藐視我對不對 然後娶了賀人烏利亞的七 然後你刀劍必不離開你的家 所以他有驕傲 所以他可以叫誰來就叫誰來 叫誰去就去死就死對不對 所以他有自己做主 好 索隆門王呢 誰是索隆門王的 索隆門完成他父親大衛一直無法完成的事情 建造聖殿把國家治理很好 國泰民安做了很多表不起的大事 是一個優秀的君王 然而緩結不保 被外邦兵輝以誘 在伊路沙爾附近為這些神建造 丘盤 誰從別神燒香獻祭 有動神的怒氣 結果國立大損 國家分裂 誰是索隆門犯了什麼 1 2 3 4 4 3 好 西西家呢 誰是西西家 誰是西西家 西西家25歲登基做完29年 活了54歲 末後的15年是神多給他的 不聽先知勸 愛炫耀農許巴比倫王的使者 參觀自己的保護和護護 因而被巴比倫公國 捕走所有的財物 最後導致後裔也被捕到巴比倫王 好 所以西西家問題出生什麼 1 2 3 都有 他生病以後重病本來應該是 他求神憐憫 上帝都給他15年 然後呢 巴比倫王知道 哇 西西家病好了 他就來見這個國王西西家 然後西西家跟他談什麼 談的是他的國力 他財寶 然後他就帶著這個巴比倫王 去看他所有的金庫裡面 所有的財寶 照理他的人家國王來看 那個巴比倫王來看 看他的這個國王 欸 你為什麼會病好 你應該做什麼 見證神是不是 你應該說哇神怎麼樣依自我 我怎麼依靠他 然後他依自我 他並不 而他並不是這樣 他是炫耀他自己的財富 他的能力有沒有 所以真的是很可惜 西西家本來他是一個很好的王 啊 尤大 誰是尤大 尤大成為耶穌的門徒 跟從耶穌看見主行春 及卻以三十兩銀子出賣 對 他出賣的是耶穌 所以他還是有一二三 第一個是金錢誘惑 第二個他覺得我有能力去賣主 你看雖然他做了那麼多神經 但是你看我可以賣他 自己做主不按主的暗示 其實神耶穌已經暗示他很多子 但是他不聽他不悔管 所以以至於這些 其實還有很多喔 聖經裡面喔 我們只舉了這幾個喔 至終沒有完美喔 然後晚節不保的這些人 原來是很好 但是後來上帝沒有訓練 看看中他們 然後下來我們要看 至終完美 那有哪些人是至死至終 都很完美的人物呢 他的關鍵要素是什麼 一樣 先前的亞當在伊甸園怎樣 失敗 幕後的亞當 在曠野事實前 戰勝了這一切 肉體情欲 眼目情欲 金身驕傲 他都勝過了 他戰勝肉體的情欲 是靠著神的話 戰勝肉體的情欲 和肉體的需要 所以他並沒有聽魔鬼的話 把什麼 他四十圈沒吃東西也會怎樣 肚子餓對不對 四十圈真的難以想像 你肚子餓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好吃 水溝裡的什麼東西都來吃 然後上帝 那個魔鬼叫他把石頭變餅 他拒絕 人活著不是在靠石頭 乃是靠神口的 所以他拒絕了 所以他戰勝這個肉體的情欲 戰勝眼目的情欲 那個魔鬼說你看我 你拜我的話我可以萬國都給你 但是他拒絕了 戰勝今生的驕傲 他說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但是你從這個山上跳下去 神會用手托住你 拒絕了 為什麼 他不試探神 他相信神 順服神 不挑戰試探全能者的能力和愛 他說如果你是上帝愛孩子 上帝會愛你對不對 但是他不試探神 也不用自己的方法來證明上帝的愛 和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克服了這三樣事情 所以在礦 那在人生在聖經的案例當中 有沒有戰勝肉體情欲戰勝 掩護情欲戰勝今生驕傲的人呢 以諾 以諾誰是湊上馬道以諾 以諾是聖經人物中最佳榜樣 也是人人所稱獻的晚年於敵世法 以諾生馬士沙拉之後 與神共行三百年 並且生兒養女 以諾公婆了三百六十五歲 以諾心與神同行 神將她娶去 她又不幹事了 以諾一生 這也是我們很羨慕的人生 沒有 可是你要一生與神同行 這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她為什麼可以至終完美 因為她一生與神同行 以至於她沒有常識未容 上帝就把她結局 然後亞伯拉罕呢 誰拿到亞伯拉罕 好 為我們列一下 亞伯拉罕信神 這就是為她的義 她又得稱為神的朋友 對聖經中說 亞伯拉罕相信神 她順服神的話 然後這就算她的義 然後 而稱為神的朋友 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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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為經歷 一生經歷蒼燒 無論在任何環境下 都能對神有信心 敬畏神 做事正直 季節誘惑 堅心忍耐 不激戀愛家人 以致通過神在她生命中的 熬命 達成神在她身上的計畫 在秦能神的救食工作中 約聖扮明神 相當重要的角色和拯救 養二千家 這是約聖的一生 所以她的至終完美 也是 至終完美的人 一定要在這三樣 肉體 岩木 和驕傲 她通通道道 她才是一個至終完美 好 再下來戴一禮 被辱作玩國的侍者 亦是不已玩的善 善毋自己 但以禮 因堅持向神道道 被丟在世子坑中 卻蒙神拯救 機火固然 王啊 你當知道我們 絕不適合你的神 也不敬拜你所利的經相 用自己的公義救自己 好 這是但以禮 她成為俘虜 造理俘虜 你會很懼怕 所以你會很聽從對方 但是但以禮 立志 禱告 一日三次禱告 照樣 然後呢 不拜 不拜他們的神 不吃他們的食物 堅持 好 以示天 誰是 以示天 好 為諸人生權 我若死了就死了 由不為完命志 冒死經驗過完 擊救了以色列百姓 對 以色列 好 以示天 好 路德 誰是路德 有沒有抽到路德的 欸 欸 有沒有路德 看一下 路德的是應該黃色的 路德在這裡 好 欸 馬卡利 謝謝 路德 路德 身為外邦摩亞人 重復活 拿歐比兒認識以色列的神 相信跟隨勤勞順服 有分於亞伯拉罕的後裔 大衛的子孫 跟耶穌基督的家庫中 對 耶穌基督的家庫中 好 所以路德 他是一個外邦女子 可是他竟然可以列在 耶穌基督的家庫中 好 大衛 大衛我們剛剛講 他沒有至終完美 可是為什麼他還列在這個 完美的 大衛為了 賀人烏利亞那錯見識 和深深的懊悔 他每天向神悔改認罪 禁食禱告 至此他不敢再咬試神的話 不願再羞辱神明 請耶穌基督的眼中看為正的事 沒有為在耶穌基督的一切所 而是大衛 他適合我心意的人 凡是要遵循我的旨意 大衛在世的時候遵循了 神的旨意就碎了 好 這是最後 雖然有的時候我們會失敗 雖然有時候我們可能會跌倒 但是如果我每一個悔改的心 到後面奔跑的過程跌倒 可是我站起來對不對 我不再犯錯 然後往前跑 最後的ending生還是說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好 再下來 來 撒迦利亞和亞倫 和伊麗莎白 應該是皇聖 對 撒迦利亞 他妻子是亞倫的後人 名叫伊麗莎白 他們二人在神面前都是 遵循主的一切借命已 沒有可指責的 好 所以這是撒迦利亞和伊麗莎白 接下來瑪利亞 耶穌的母親 順福在神面前蒙恩的驢子 我是主的死女 情願照你的話 神就在我身上 我心尊主為大 我已以神我的救主為榮 為樂 所以這是瑪利亞 他順福神 尊主為大 然後服從神 在他身上所做的任何計畫 好 耶穌的門徒 除了猶大外人 好 正主在場地奠定 耶穌的門徒 除了猶大福到天學 願意跟隨 奉主的太前 被聖女充滿 大有能力宣傳主義 設立教會 成就了主所托付的大使命 為了宣仰耶穌的理念 師徒宣教 但最後 除了門徒 約翰以外 全都因迫害而死 約翰使徒中最長受 活到九十歲 堅持靜養到底地 好 這是耶穌的門徒 除了猶大以外 再下來 不在耶穌十二門徒裡面 但是是保羅 誰是保羅 他的很多章 寶如 你 要幫他念他的 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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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從欺壓基督徒 到完全跟隨著 在床福音的旅樂中 寶如經歷了疲乏 痛苦 即可 寒冷 赤身入挺 毆打 監禁 石井 床怪 海物的危險 然而他從沒想過犯罪 他一邊床福音 一邊建議教會 也經常與信徒保持聯繫 他寫過十三封書信 教導和堅固 各地教會的信徒 保羅雖然不是立位 向外翻人床福音的使徒 是基督福音的最佳代理人 好 感謝主 這些都是我們的榜樣 好 這下來我們要思想我們自己 在人生最後一領土 你要怎麼走 不一定 有人說那個死亡 並不是老人的權利 如果我們在醫院待過你就知道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醫護人員 我們在醫院看過很多水水水水的問題 所以死亡真的不是老人的權利 所以你不知道你最後一領土有多長 你最後一領土在哪裡 但是我們知道 最後一領土隨時你要準備 好 我們一起來念這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 已經完全了 我乃是竭裡追求 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教我得著 弟兄們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他說了兩次 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 當你覺得你自己得著了 你就不會再往前了 你就安慰現實 所以你一定要常常記得 你還有一件事沒有完成到 要努力的 不要自以為他要竭力追求 要忘記背後 有一個人就是沒有辦法忘記背後 然後回頭一看就變成一個炎柱有沒有 記不記得 對 所以要忘記背後 忘記背後的什麼 忘記背後的失敗 跌倒 就像大衛有沒有 他如果沒有忘記那件事情 他永遠都在那個罪的裡面 你要悔改 你要丟放下 但是忘記背後還有一個 你要忘記背後最難做的就是你的成功 很多老人 我們在老人院工作的時候 你們常常看見很多的老人 常常會沉浸在過去的成功 我以前想當初有沒有 我是總經理 想當初我管多少人有沒有 你一直沉浸在過去的成功裡面 你就沒有辦法往前 當你在一個賽跑的裡面 你一直沉浸在以前我得勝的那個狀態 你沒有辦法在這一局裡面跑 所以你要忘記過去的失敗 忘記過去的成功 你要忘記過去的失敗 但是呢 要記取教訓不要從什麼 從超覆測 不是說忘記失敗 然後每次還是在這個地方跌倒 只是說你要忘記背後那個失敗 不要讓你挫折 但是你要記取教訓 然後呢 忘記背後努力 努力 什麼是努力 一個成功不是偶然 人家說上台三分鐘怎樣 台下怎樣 十年功 你要努力耶 你要努力也不是要裝備 你要訓練 你要堅持 你要謹守 你要警醒 你要努力 努力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你要尤其你要奔跑天路 有很多的陷阱 你要努力 你要怎麼樣努力 你要堅持 你要裝備你自己 尤其這個惡者一直在旁邊誘惑你對不對 所以你要很努力 堅持才能達到目標 堅持 腳踏實地的做 好 一起來唸 好 我們若將起初 確實 必須堅持造成 可在基督裡有份了 對 我們要做到 好 努力 努力什麼 面前 不要好高無遠 腳踏實地 踏好每一步 打好基礎 練好基本功 前面 你要有一個目標 然後往前 不要好高無遠 一下要登天明慘 做好每一天 上帝要你做的事情 謹守本分 不要 不要讀聖經一下 全部 要一台大行業 每天讀 每天進步 每天禱告 每天做好你應該的裝備 每天訓練 像那個 那個有一個籃球家 這樣 他每天都有教練 要給他擬定他的計畫 有沒有成功的計畫 林書豪 然後你如果有教林書豪的Facebook 你就知道他每天都要努力 每天都要把今天上 教練給他的訓練他要做到 他才會慢慢來進步 好 再下來 心懷惡意的人 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沒有定見到 最後沒有辦法達到 好 再下來 努力面前 向著標竿直跑 向著標竿直跑 要得耶穌儀 向著標竿 你要有一個標竿 好 什麼標竿 我們一起來唸 不要效法這世界 只要心意 和誠心 和變化 讓你們察驗和為神 善良成全 和喜悅的體育 所以我們要向著標竿 在你的人生要一個標竿 如果你跑了半天 我不曉得你們有這種經歷喔 跟著那個Google走 就為什麼走走迷路了 所以你要有一個標竿 要有一個方向 那你如果很努力也很賣力 結果跑到終點 投籃投錯框 投到別人來框 你也沒有辦法得標 所以我們要知道你的方向 你的標竿在哪裡 你人生最後的標竿是在哪裡 好 再下來 一起練 我向左 我向右 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 這是個路 要行軍在其間 標竿 有的時候我們人生的標竿 可能我們要跑很遠 有時候我們可能會偏的 但是你要知道 你要常常聽見 有聲音告訴你哪一條 才是正確的 尤其在分岔路的時候 那你一定要有聽見 有聲音對你說 這個聲音是從哪裡來 喔沒有聽見神聲音 神也沒告訴我啊 我應該怎麼選擇 在你人生方向 在你事業方向瓶頸的時候 在你的婚姻選擇的方向瓶頸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我應該左還是右 哪一條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 哪一條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 你怎麼聽到上帝的聲音 你要讀經 你要讀經 你要導照 你要常常親近神 你要常常 神可能會藉著聖經 會給你心中有感動 會藉著牧者 會藉著弟兄姊妹來印證你的這一條路 是不是正路 你會感受到心裡的平安 然後你才去做 你要知道神的聲音 要得 要有企圖心 你要得到對不對 反正得到沒得到 有沒有跑到這個獎盃 反正也無所謂 你沒有那個企圖心你就不會往前 你要有那個企圖心 我這一生要得到神給我的那個獎賞 你要得要有那個企圖心你才會得到 神在耶穌基督裡 從上面招我來得的獎賞 為什麼要在基督耶穌裡 為什麼 我任何神都可以 好 我們一起來唸這裡 神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 好笑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神的義 所以為什麼要在耶穌基督裡 因為我們是在一個競賽 這是神定的規則 你問為什麼要基督耶穌裡 我任何神都可以 不行 你要參加這個人生最後的比賽 這是神定的規則 在耶穌基督裡 你才能取得什麼 這個比賽資格 你沒有這個比賽資格 你沒有辦法得到 你沒有這個門票 你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你怎麼去參賽 所以一定要在耶穌基督裡 這是很重要的 得到的獎賞 在耶穌基督裡神定的 然後得到這個獎賞 好 誰設立的獎賞 當你去參加一個競賽 如果那是區公所辦的 或教會辦的 或是政府辦的 或國家級奧運 有沒有 這個獎賞 你會 你才會很珍惜 所以是誰辦的獎 這個獎 上帝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多的小競賽 到最後打獎的最大榮譽就是奧運 有沒有 所以這是天國的競賽 是神設立的 誰辦的獎 校長或是一個小老師的獎 還是總統辦的 那個權威天地創造宇宙天地頒獎 的這一位神來頒獎 講的內容是什麼 這一聲你最想 你努力半天 請問你最想得的是什麼獎 你希望上帝給你這個獎是什麼獎 建築念 什麼獎 是你所要的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看過一個 一篇那個 那個什麼故事啊 那個伊朗的電影 它叫做天堂的孩子 有沒有看HK Google的時候 賣賣人 那小朋友他們很貧窮嘛 所以他們的鞋子都穿了很久很久破掉 那有一次他們知道在玩的時候 有他妹妹的鞋子被水沖走了 所以他們就沒有鞋子 剩他哥哥這一雙 可是學校規定他們一定要穿鞋子 才能去學校 所以他們就輪流穿 就給妹妹穿然後去進學校 然後下次哥哥穿 反正就是他們就在輪流 然後有一次學校有 他們村莊有一個賽华比賽 得裡面的獎品就是一個新的布鞋 所以他那個哥哥就很興奮的感覺 就要去參加這個比賽 想要去得那雙鞋子 好 努力的跑跑跑跑跑跑 跑到那邊他得了第一名 結果第一名不是鞋子 是第三名才有鞋子 所以他們就兩個小孩 就坐在那邊很失望 然後哥哥穿著那個破布鞋 滿腳都是水泡 在那個地方很失望 不過後來有一個很有愛心的人 買了一雙兩雙新鞋子給他們 所以如果你一身最想得的獎 你就跑到那邊 結果那個獎不是你這一身最珍貴的人 那沒有失去意義啦 那所以你這一身最想得的獎 你覺得上帝給你那個獎 一定是你最需要的 你覺得是什麼 你最想得的獎是什麼 房子一棟黃金五百零 還是房子一棟好像不夠 十棟好了 還是什麼 平安喜樂健康 還是什麼 什麼是你最想用你一身的 心地去得這個獎 好 我們一起來看 沒有贏在七趴點沒關係 走得慢也沒關係 重要是抵達終點 得進入頒獎典禮得到神的獎賞 慢慢的沒關係 跌倒沒關係爬起來 但是你一定要得到終點 因為上帝並沒有說你跑得快才有 你只要達到終點那個地方 上帝就會給你這個獎賞 好 我要警醒 警守警醒 因為怎樣 你們的仇敌如同 如同口調師 遍地游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 所以在你奔跑的過程 你要警醒 因為很多人會誘惑你 哎呦這個神不可信 哎呦神這什麼創造的 什麼什麼 然後很多的意見 哎呦你看 你還是要拜這個比較有效嗎 他會神 那個魔鬼不會很可怕的 然後我們常看那個電影魔鬼很可怕 不是喔 魔鬼常會化妝成可愛的天使誘惑你 或者化妝成什麼 來誘引誘你讓你離開神 現在的誘惑更多網路啊色情啊 或者很多啊 所以你要很小心謹慎 萬物的結局怎樣 禁了 所以你們要 謹慎 人自首即行 尤其是現在的社會萬物的結局 什麼時候進我們不知道 發生什麼事我們也不知道 以前我們依靠科技 現在一個新冠就把我們打倒了 對未來日子如何有人說 哇台灣很恐怖突顯啊 不知道 反正我們只要做好怎樣 謹慎自首精心祷告未來 好不用去思想 好我們要思考這件事情 本來希望你們能寫下來 自己寫下來自己去想 至終你覺得人會怎麼評價 至終你希望人會怎麼評價 有一天人會怎麼說你 如果你走到終點你離開這世界 人會怎麼評價你 那你希望人怎麼評價你 哇這個人真的是很好 還是這個人作惡對不對 這個人好陰險 還是這個人怎樣 你希望人怎麼評價你 最重要的 至終你希望怎樣 神如何評價 好我們一起來念這個 那美好的帳我已經打過了 當好的路我已經跑進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 為我存留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 也是給凡愛慕祂的顯現的人 希望有今天最後的時候我們是這樣講 好 唯有見主面得著神是語的冠冕那一天 才算達到標概 最後的目的你要到建築面才算定論 好建築面的時候我們一起來念 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福人 你在不多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所以最後你最希望的獎上是什麼 進來怎樣 享受主人的快樂 你能夠進來 而不是又惡又人的仆人 你給我到外面去 優良的結局 我不認識你凡超乎我主啊的人怎樣 我竟然都能進天國 只有遵行父子義 只有你到最後ending的時候 上帝給你的評價是 忠心良善 好希望我們最後人生的ending是 忠心良善 進來跟神一起作息